黃富這次二十大的時候是硬評強調就是不放棄武力犯台 那之前黃富你曾經說過 如果中共直接展現武力犯台的態度的話 不宜再舉辦雙城論壇 但是現在是否 陳志忠現在就表態說他不會犯 那現在是否會跟進 我們還是會站在一個立場 就是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溝通的可能性 所以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還是會在首都 我們是成為首都 我們當然有自信跟全世界來往 但是兩岸關係正是因為非常的緊張 還有我們現在的溝通幾乎是斷訊 所以這個溝通的管道 我們還是會保留 那但是同樣的是 在他有相關的蠢動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當然是我們自己會做一些考慮 但我們不會刻意去停掉這樣的程序 因為如果沒有保留這個管道的話 現在兩岸更可能會有更多的誤解 怎麼看 洪富你們看昨天柯市長批評 例如說他被SOP擋架的時候 他說就是要到美國去念書 才懂得上才叫SOP 會不會覺得自己 自己就出國了嗎 那會不會覺得他又在佔權力 有站到你的部分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應該是在 我不知道那個的意涵是什麼 重點在於說 我相信我台灣的相關的文明的訓練也是很多的 對 你問一下因為中共都史大方結束 你怎麼看 因為他反台獨的一個看法 正式列入中共的打造 這是你一位答案的提示 大哥 其實這樣啦 不要很務實的去處理 那個就要問大陸你 你對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這樣啦 如果不聽他的話全部叫台獨 統跟獨加起來我看不會超過5%啦 所以大問題還是危險現狀 所以就好像我們在台灣 常常不聽民進黨的話 就變成中共同路了 所以我們要倒過來問大陸 你對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要先搞清楚 因為他的中共軍事的中央委員 其實其中有一個 就是他的中部的戰區司令 河衛東連跳三極變畢主委 因為他當時就是來負責 這個倒是不必過度解讀啦 不管誰當這個鼓勵犯台 是我們要面對的威脅嘛 那你換了別人當 你就不覺得中國沒有這個意圖嗎 不會嘛 所以我倒覺得這種 我倒不會說因為這個人事 就有去給他過度解釋 反正中究台灣是這樣嘛 我們不求是 但是也不會戰 不會戰一定要備戰能戰才是不會戰 所以這個還是 終究最後還是要靠自己 你看烏克蘭如果他不能撐 如果他第一個禮拜就投降了 今天什麼都結束了 至少他還可以撐半年都還好好的 這才 所以要 如果這樣的話 你想想看如果蘇聯重來一遍 他打了七八個也打不下來 他會被動手就不會了 好 市長我們詳請教來 關於這個中共最新的領導人 懲罰區 您說這新加均的長程 主持人有可能是在 所謂暫時內閣對海備戰 你怎麼看他們這樣的問題 我想中共二十大 他大概也很關切 就人事佈局這一方面嘛 那目前呢他軍委 大概軍事委員也大概有七個人 他主席是當上 必然就習近平來兼任 我們看這個裡面這個成員 這六成員當中 第一個從他年齡來看的話 他原本的軍委會的副主席 張宥祥是1950年生 這年齡比較大 那麼其他的話我們也看到 大家都1955年以後 1955、56、57、58 甚至到1964年生的 所以整個來看他年齡方面 是比較年輕化 要從軍種來看的話 但我看都是陸軍跟海軍 還有火箭軍 但看他每一個人的背景 都不管是對於航天科技 這都有很深的一個底子 尤其一般的成員 都是經過基層在地面上來的 所以我想說他們這樣培養的話 而且可以年齡層又低的話 可以用很久 所以可以看出來 他是要有所準備的 但我個人覺得講說 國防方面的一個工作 他也是有延續性的 當然他會調整 必然會調整 但調整他是有幅度的 有時間的 但我們也不會因此 講的一些時間會比較涌長 我們就拖延 對我們國軍來講的話 我們一直要保持備戰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調整 我們也會注意 畢竟人物制 對一個國家軍事幹部來講的話 也是對自己一個方法策略 要做調整的一個依據之一 雖然不是完全 但是都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那這一方面國軍會有所應對 謝謝各位 那怎麼看其中有一位 那個軍委副主席是何惠東 那其實 我好像是回台軍演說 也是他所規劃的 那他也曾經服役這個台階級建築 那這樣會不會對台措施 可能會更重新 對他當初是的確 大家都很關注的 尤其何惠東他本身在東部戰區 歷典過 甚至於從其他戰區 可以調整到東戰區來 就還有一個其他 很多幹部都如此 像林向陽幾個 都是基層底子都打還蠻厚的 就剛剛講的吧 他們人員佈局有所調整 我們也不會講很大幅度的 做更改變 這都是允許漸進的 那國軍也會有因應的方法 我們從人事方面 我們也在調 但不是針對他 你怎麼調我就怎麼變 我想都是國防政策 都有一定的脈絡 我們還是要很穩紮穩檔去做工作 市長 講到說中共要擴張 他們的核威者力量 那從方這邊有掌握嗎 是他這個核威者這樣 他本身就具有核能力 他怎麼樣來調整 我想他有他的步調 我們也持續一些注意 這都是一個敵情 情資獲得的 然後要研判的重點之一 我想我們情報收集不外乎 就是一個指導收集處理運用 我們收集來了 我們要處理 要研判 然後分發到某個層級 加運用 對於我們整個未來現今 對戰的方向 也會做一些 事不及的調整 這都要看整個局面 請問說現在市政費 但今天似乎是延遲腳步 或者是立足 之前講說說沒有延遲這件事情 並不是真實 不要緊我們今天來開這個會議 就針對這來做說明的 所以委員有很多意見 有很多看法 我們都已經接受嘛 畢竟他就要來質詢嘛 我們來備詢 但事實上我們平常國防部裡面 我要求我們同仁 對於委員之間的接觸 包含對媒體也一樣 我們有疑問 我們一定會做回應 但這個回應絕對不會合意的 一定有其他原因嘛 但我講這個表情 我們持續來做一個溝通說明 我想建軍備戰是長久工作 尤其我們國家處境大家都很清楚 採購方面 有時候不見得能夠按照我們所預期的 所以我不能講推脫這個為藥 為這個藉口 但這也是要考慮因素之一 所以我們會持續來做 部長 多擔心您更內政的因素 我從來沒有擔憂過 但我就一直從軍校開始 我們就會做這個準備嘛 但沒什麼好擔憂的 這個面臨到了 就克盡我們指責 軍人嘛 他這個本身從一進軍校給我們概念就是保家衛國 到最後 該要是做一個犧牲 要負起自己責任 我們身為軍人 不管我啦 我想只要軍人出身的 這基本上這個概念是絕對很健全的 所以我問的推重是責任 責任 責任 國家責任榮譽 國家不用多談中華民國 榮譽 你不見得要得獎章才叫榮譽 但責任你不能擺脫 你是這個職務 比較客氣你的職責 這絕對不會變的 這沒有什麼選擇 好 謝謝 如果說2027會這樣逼合 你怎麼看那個 我不講啦 管理2027 我們國軍備戰就針對目前 下一分鐘 下個鐘頭 對不對 我沒有講 你講2027我就好慢慢延緩 你講2027我有一個極點 沒有這樣子的 因為國家如果說建軍備戰到這種地步 人家怎麼講 你就只要調整步調 那未免太不符合這個國防政策的 或者軍人這種概念 不符合的 市長 傳出說M36採購這個 你還沒有查出發假出 但目前這個採購的進度是如何 我跟你講我剛剛講的嘛 今天主要有談這些問題嘛 等一下會場裡面 對啦 我們夜館單位跟大家做過很想的一個說明 我每次都講說 對啦 說明不見得合大家的意義 但一定有原因 我們就可以針對問題來做一個回應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你們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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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偶服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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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